所謂參加集席 就是說你在事前並不會知道題目 陳如剛剛玉華姐講的 今天的題目其實比較不好發揮 您最喜歡自己的一項個人特質是什麼 但是在演講會裡面其實 針對集席的部分有非常多的策略 我今天提供一個策略 馬後炮策略來幫大家解釋一下 你可以使用論點、理由、例子、重申論點 這四個步驟來破解今天這道題目 破解給大家看 你怎麼樣提出論點呢 比如說我們有一位演講者講到說 他覺得誠懇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個人特質 他就開始解釋他外在給人的感受 再扯到他內在給人的真實感受是什麼 再來就是他為什麼會特別喜歡這樣的特質 因為他帶給人家什麼樣的一個印象 我覺得再從這個方向出發 再來如果他可以再談到如何發掘這樣的個人特質 給我們一個例子來說的話 基本上會比較有說服力 最後這個個人特質一定對你的生命 或者你的人生到目前為止有很重大的影響 或者是一個比較相當程度的影響 你才會說它是你最喜歡的一個個人特質 如果你可以從這三個部分 為何是最喜歡的 怎麼發掘這樣的特質 最後這個特質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來破解今天這道您最喜歡的一項個人特質為何 我相信其實大家就會聽起來 第一個 具有組織架構 第二個 他會知道為什麼你的情感面會放在這上面 第三個是說 對你的影響或許也是對我的未來的一個影響 在這個部分其實可以從淺入深的方式來破解今天這道題目 我相信其實今天有幾位參賽者 他們其實前面的部分有做得非常好 但是其實大家通常都會在最後 要重申這個論點的時候會比較倉促 比如說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會以上或者是就是這樣子 我的個人特質就是什麼什麼結尾 我覺得這個還蠻可惜的 或許你可以再重申 有成如一位演講者所說的 他覺得這樣的一個特質可以幫助他 在未來的人生或者是以往的人生 有什麼樣的精進的過程 有什麼樣的影響的一個層面 他重申了這個點 其實這真的會讓我們把整天的一個集集演講的部分 做一個徹底的回顧 而且也可以有一個餘音耀良的感覺 我相信如果從這一道題目 如果你以後碰到定義型的 這種其實算是一個定義型的 你可以自我定義 你可以在前面開場給予一個 比較幽默式的開場的時候 其實都會幫助你想得比較周延 而且會有比較有組織架構的結尾出現 那我的觀察就到今天為止 多留一點時間給後面的 這邊就要告訴大家 即使集集演講也是可以準備的 首先我要分成兩個部分來做我的分享 第一大部分是針對數學者 什麼叫數學者 就是每次上台 只要聽完題目 腦筋就一片空白的 那一類型的 會友 其實到現在還是這樣 那第二種呢 是分享給那些有心想要 成為這個雷海霸主的 就是想要拿到冠軍的會友們 然後我分這兩個部分 首先數學者的部分 即使你們可以很簡單 第一個架構可以類似 剛剛魯力會友所講的 有個論點 然後接下來給一些例子 然後給一些原因 最後呢 再把你的論點重述一次 所以如果你是數學者 每次上台真的都不知道要講什麼的 就開始去想說 先針對題目回答 然後講兩個這樣的例子 然後最後再做個總結 先練習個幾次 等到各位慢慢有經驗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們可能就會開始想要說 欸 我可以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那就是說 其實真的要拿到冠軍不簡單 尤其是題目千變旺旺 根本不知道會抽到什麼題目 那其實要準備的點也很多 那我這邊呢 只針對三個部分去做分享 第一個呢是創意的部分 什麼是創意 其實我很常聽到題目 不要那麼直的就開始回答 你今天最喜歡喝的咖啡是什麼 然後就直接就講什麼咖啡 譬如說今天的題目 你最喜歡的特質 上台你可以先來個這樣 最喜歡的特質就是我的笑容 類似這樣子 像其實今天有一個 就我們國話會做的就不錯 我其實沒有什麼特質 我一無四處 其實雖然 其實他確實他想不到 他有講什麼 可是這感覺就會有點 是一個創意的點 因為你並不是直接 就把這個答案 就是很直接的講出來 那第二個部分 是你的肢體的部分 其實大部分的參賽者 你會發現就是一支麥克風拿著 從頭講大尾 然後就收手之恩 就下去了 很可惜啊 各位你們如果有機會 一定要看一下併分條 裡面有一個部分 是肢體元 裡面佔了15分的分數 所以你如果是從頭站大尾 不好意思 你要成為冠軍 其實真的很難 除非你的NAP 真的是講到棒到不行 可是你最初會被扣個疼 扣個10分或15分 所以其實也不用說真的 要去想什麼特別的動作 比較不用 其實你剛剛講到哪裡 可以帶一些動作 那我們今天可以 其實在整個動作上 其實就跟他的 所要傳達的東西 其實就合在一起 其實肢體不要忘了 不要每次都在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越戰越緊張 真的會越在越緊張 所以動一下 有一些點子說不定 就在這個時候會出來 那第三個部分是價值 你今天你的演講 要傳達什麼價值 給我們的聽眾 雖然說玉華姐 今天的題目出的不好 但是你如果有辦法 從這麼不好的題目裡面 逆勢 帶一些價值給你的聽眾 不要只是去回答說 我個人喜歡的特質 那你這個特質 可以帶給觀眾什麼價值 如果各位可以做到這幾點 相信 真的 這個舞台的霸主 就是你們 謝謝 我們三個部分 來看今天的這個集席 以及大家可以 一起來 分享一下 或者共同成長 集席到底怎麼樣 可以駕馭他 我覺得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 不必出類拔萃 但是要與眾不同 第二個層面 請不要推翻主題 要及時聚焦 第三個層面 請不要化加長 要調理分明 大家看過賣化妝品的 一千CC的乳液 一千CC很大層的 一千CC乳液 可能只要一千塊 但是一百CC的精華液 可能就要一萬塊 集席演講就是精華液 因為只有一到兩分鐘 因為濃縮 所以精華 因為精華 所以濃縮 就要把握出這個原則 所以千萬不要在上面 畫加長 我一項一項講 不會出類拔萃 但要與眾不同 這其實是一個廣告詞 意思就是一到兩分鐘之內 你如何讓在九個 聽完九個以後 他記得你 一定要在你一到兩分鐘之內 有與眾不同之處 今天我覺得有與眾不同的 譬如剛才有講的 舉例會讓人家與眾不同 我們九位裡面 只有一位舉例 他說我特別喜歡講話 講話就像炒菜要準備 所以我喜歡在場面觀察 那我有印象 舉例是容易讓裁判有印象的 譬如說我最喜歡 我的特質就是上帝努力 直到死亡為止 很平凡的話語 還蠻與眾不同的 我從來不懂 什麼叫一加一等一二 我躺在床部上 我終於想通了 哇 引起我好好奇喔 他怎麼想通的 沒說欸 但是他把它倒了一個陸地 與眾不同 他勾起了我的好奇 裁判是很容易被騙的 你只要丟一點東西 裁判就會注意聽 欸 為什麼 我聽了很久 聽到他下頭 我還是不知道他怎麼想通 一加一等於二的 所以他沒有講權 所以我覺得類似像這樣 那與眾不同 譬如說 慧芳他講到單身 這當然不是與眾不同 但是我們都知道 他有與眾不同的地方 當他在提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會特別聽 他的感受是不是特別深刻 所以不必出雷打碎 但要與眾不同 第二 不要推翻主題 要及時聚焦 唉 這個題目 真的不是我想的 我不以為題目會是日本海嘯 何必推翻他 你來比賽的 比賽的題目就是這個 馬上聚焦 我真的沒有我喜歡的特質 我一無是處 平常立會 我覺得這樣表達是可以的 但是大家心態一定要調整 那是比賽 比賽你帶的武器 就叫最好的武器 你平常可以帶劍 比賽就叫做以天劍 你平常可以帶刀 比賽的時候 那把刀就叫 屠龍的撈倒 永不一樣的 就是比賽 大家要正視 這個心態調整 你的氣勢 絕對會不同 所以你要及時計 聚焦 題目的解釋一定要對 聚焦的前提要正確 萬一 你很快聚焦 聚焦錯了 就高了 所以特質絕對不是才能 你不要自己亂解釋 也不要擴張解釋 特質就是特質 你就不要換詞 我最喜歡我的才能 是 一下子 那個裁判 馬上就會知道 你可能在提議的領略上 沒有敢等待 這個馬上就會覺得 欸 你好像抓題不夠精準 所以即時聚焦 第一 就是你的題目的解釋 一定要正確 第三個不要話家常 我覺得今天激青非常可惜 他講到他對夢想 堅持的時候非常感動我 但是你花了太多的時間去解釋 你去上的那個課 如果你要解釋上這個課也可以 那你一定要把它講成 就是它是一個很特別的 讓你很辛苦去上到這個課 譬如說我提到分歧付款 那你一定要講 各位知道嗎 我是唯一用分歧付款 他同意讓我上課的 我就會知道你花了多大的 心血去得到這樣的一個學習過程 可惜你用太平淡的詞語 去形容這個特殊的世界 就很可惜 就會覺得畫家屬的成分 太濃厚了 所以要調理分歧了 為什麼我沒有棋子嗎 可能這樣還是不好吧 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其實是欣賞 對方會有今天在台上 他其實我必須講 他是老將 但是我覺得他今天做到的一點 就是他非常的邏輯很清楚 他就開中明義說 我喜歡我的自信 為什麼會有自信 因為我的自信可以讓我接受很多挑戰 他提到一點 這些挑戰都是很多挫折累積的 別人在說我幹什麼 我反過來想怎麼樣 他這個邏輯我覺得是合理的 會讓我一層一層聽進去 雖然沒有什麼太多的起伏 但是他在講述這個過程當中 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特別提出來 就是說因為這個題目太難發揮 就合集 因為邏輯等 合邏輯才有可能完整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佩真 我覺得他沒站穩就下來 結果沒有結論 結果我還在等 沒有了 因為在邏輯上沒有很完整 所以這個集習這個濃縮意 就沒有到最後沒有到位 所以我覺得集習還是講那句話 緊張 別人的 什麼緊張是可以忍受的 別人的緊張 所以我們說都很容易 所以大家多多準備 多準備一些大的題目 可以準備一兩句發人身形 短的警示的語 任何題目都可以用上的 拋出一句兩句 你就會讓裁判有印象 永遠要記得 我們是去比賽 我們要帶著屠龍刀 我們要帶著乙天劍 祝福大家 打敗所有的這首 緊張撥回來